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诞生的时间很短 只有区区31年的时间 却成为了当今中国观众最喜爱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 他看上去很简单 却能容纳世间百态 展现人间冷暖 他表面上很普通 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不尽追求 这种艺术形式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的小品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展现中国艺术和文化的魅力 感受穿越时空的艺术之光 在刚刚过去的阳年春晚上 由开心麻花团对创作的小品投其所好 受了观众好评 并引发热议 小品以极其辛辣的口吻 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 成为关注社会表达深刻内涵的典型作品 小品投其所好 反映了很深刻的主题 作品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不无仅是意义 小品中的人物很少 情节也不复杂 却在言谈举止之间将人物刻画的入目三分 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魏小宝陪康熙摔酒 那最后魏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了 行了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平堂球 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 分清主刺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 就陪领导打球啊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说谁呢 这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这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镜给他点炮 这喜欢文丸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这喜欢我 所以好健康 你干嘛 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 我最想听的就这股论 总而言之啊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知道了 让我说你能当上科长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说谁呢 你这个总理呀 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 你还要做的 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他手就痒痒 明白 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那我这一欠揍了 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何止是转正的 看见了吧 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 好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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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科长来 坐下坐下 好科长 坐下感受一下 走走走 感受一下 走走走 怎么也尝尝 坐领导的部位 这椅子是舒服呀 怪不得你上班的时候总睡觉呢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 那我还不得雨时长眠呢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 坐地强 在我在我在 刚才是串线了吧 您现在要过来 好的好的 太好了 正好我这有个好消息 等着您 机长马上到 太好了 他来了 我们俩去哪玩啊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老机长进去了 他那个麻将桌 我也给他处理了 以后呢 你们就在我这玩 我给你们当台 好见的 这对于你来说 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 这是你人生的天梯 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净走弯路了 谢谢了 马科长 不 马处长 不敢当 不敢当 好科长 早晚的事啊 马处长 使不得 使不得 好科长 使得使得多 马处长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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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情绪 好 准备迎接 再 再 再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我就处分谁 杜局长 杜局长啊 这怎么了这是啊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 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哎哟 杜局长 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 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 那就是歪乓球协计 那就是歪风协计 真是 微博 还带配重呢 风大 我妈怕把丢了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 来 局长 坐下舌 马科长啊 你可是老同志了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我说他们了 我说你们就再练 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 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 年年都是冠军的 别恭维我啊 有一年是亚军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 不能全是水分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得过一年亚军 是啊 那年我是副局长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啊 好了好了 车远了车远了啊 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什么好消息啊 好 那 那什么 局长问你呢 什么好消息 问我的吗 我姓好 我叫好消息 你叫好消息 他妈给他记得 你说什么玩意儿 你说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 啊 猜不出来吧 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猜想出来了 你再告诉我 你给我回来 你这太没礼貌了 局长问你话呢 别先花太难了 我脑人都要炸了 你好歹 你别人 你得是说想一个 你再说了 你再走啊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 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噼里啪啦的 嘴巴烂叫的 影响马科长睡觉 写材料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 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 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 多余不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好贱 据我了解啊 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 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大死他 我这真替他高兴 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好贱同志学习 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 另外 没啥事的时候 别老给自己起些个医名 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 你说你都不敢接受 多可悲呀 局长 我是好这样 对不起 我错了 够了 这是你的错吗 杜局长 是我的错 你要说就说我吧 是我思想一直松懈属于管理 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医名 妈呀 这是个乒乓酒坛啊 我都不知道啊 马静静 马屁静 骇群之马 你的问题有关不闻 早就掌握了 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 刘虚拍马走捷径 等候处理吧 杜局长 杜局长 我错了 杜局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出大事了 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派进去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 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 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所以说小品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艺术中的佼佼者 人们以小品来针编石壁 感叹世间冷暖 呼唤人间真情 而让我们不得不感叹的是 小品特别是电视喜剧小品 从诞生到现在 不过短短的31年时间 与其他动辄就拥有几百年 上千年发展历史的艺术形式相比 小品的历史确实太短了 它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长为艺术表达的参天大树的呢 要寻找小品的源头 也许要从20世纪初的中国话剧的兴起开始 到了20世纪50年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创立的表演体系传入中国 从那时起小品出现了 但并不是一个艺术门类 而是戏剧或电影学院 用来培养学生表演技能的一种教学手段 小品这样一个形式 实际上在观众认识它之前 它只是艺术院校或者表演和导演艺术院校 这个来训练演员训练导演的一种教学的手段 小品从最初的表演教学训练手段 一跃而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公布可没 1983年 第一个雅剧小品《吃鸡》登上了第一届春晚的舞台 1984年中国电视营屏上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 这就是陈佩思和朱时茂的《吃面条》 好嘞 什么声音 安静啊 赵民族 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系在这 好嘞 什么声 安静 别笑 咱们各部分都加进主意啊 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你怎么给吃上了 我瞒您说 我今早饭就没吃 我先垫个底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还一捅呢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几晚八点钟一起看电影 恋爱戏 现在是 导演 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你别啰嗦了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你正在吃面 你的女朋友来教你 你吃完了面放一碗就跑去 放一碗就跑去 就这点气啊 一共两句词 两句词 你着什么急吗 我不着急 吃面条 在春晚上 赢得了无数观众开怀的笑声 而此时这种节目 应该被称作什么名字 都无定论 出了这么一个节目 你说又不是唱歌 又不是跳舞 又不是 又不能叫小话剧 这个应该是小喜剧 或者是 是吧 也可以 那么后来我们就叫 叫小品吧 蹲一下 蹲一下 蹲一点 半蹲一点 好 正式拍 正式拍了 凭杯 好 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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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啊 自然啊 你能看这些自然吗 这这这这这这 好 好 你一 看 这怎么样 这人要放松 放松 不要 放鬆放鬆放鬆 放鬆 你知道什麼 我瘋大了 要感覺上的放鬆 找那個放鬆的感覺 找這種放鬆的感覺 好 就這麼拍 就這麼拍了 你就記住不要有故意演戲的感覺就行 就是要沒感覺 沒感覺 拍了 上車 預備 開始 吃臉 吃臉 說 說 說 沒感覺 小品就是這麼突然的闖進了觀眾的視野 也許很多人都沒有料想到 之後小品能夠成為了遠之士 並湧現出無數讓人們難以忘懷的精品立作 這不對吧 怎麼不對啊 這服裝不是我的 是你的 你肯定拿錯了吧 什麼拿錯 我看給你車子 你別看 這個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是叛徒 我是叛徒 哪部戲 就這個戲 這回 這回我又叛變了 你看 沒有 咱們這個戲前三場 前三場咱們一樣都是八路軍嘛 後三場你不就叛變了嗎 是嗎 今天咱們排練第六場 第六場詩是什麼意思來著 前面你來勸我投降 對對對對對 後來我一槍把你崩了 你說這個編劇它怎麼瞎邊亂造呢 怎麼瞎邊亂造啊 你看前三場五的八路軍 咱們演得不錯嘛 自己覺得一共兩句詞 那感覺好啊對不對 包括隊長 敵人衝出來了 怎麼樣 這句砍掉了呀 對了 我忘了 這句是給砍了 那還有一句呢 那一句不是更難嗎 是不是 我說第七場 第四場被鬼子抓住的 對 受盡了敵人的折磨 嚴刑拷打 你說我要是再堅持一下 嗯 我要是再咬咬牙 蛤 不就挺過來勒了嗎 那你不就成了這樣的人物了嗎 對啊 那我怎麼辦 這咱們還是在改編了 是什麼改編啊 你看你 你老姆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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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山東大汗 講義氣 勾朋友 為朋友情願兩肋插刀啊 今天朋友我有點忙 你得幫一幫吧 你有什麼事儘管說呀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什么什么 我替你叛变 你真的还真是 你替我叛变 也不行不行 你要觉得吃亏 这件仇子衣服给你 我抓到哪里的 我真没问题 不行 小姐不行 你客气声的 拿着 谁跟你客气 我是正面人物 主角 这不就急了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了半天 还不是还想让我 给你演配角吗 好了 开始 神气什么 说实在的 到了舞台上 那还得看谁有戏 快点 上车 队长 别开枪 是我 哦 是你小子 是我 往后站 我后站 谁干什么 我后站 我后站 配角 是 你小子 是老子 我 是你把敌人 引到这儿来的 队长 黄金 偷我给您 带个话 只要你能够 投降 我 我怎么成了 背对观众了 我怎么知道 一正一斜的人物设置 情节的巧妙设计和转换 再加上扎实的表演功力 陈佩思和朱世茂将小品的艺术层次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为小品之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 朱世茂 我演了十几年戏了 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 不演了 我知道你有情绪 我没情绪 没情绪 我知道你不愿意演配角 我演了十几年了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废话 谁不想演的 谁上演了 但是这个主角啊 不是谁都能演的 别说那么邪乎了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吗 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就是吗 说实在的 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懂什么 演员演什么戏 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我要换您这衣裳 怎么样 我演的比你强 什么什么 你演正面人物 我演正面人物 怎么着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你问问 你别发动群众啊 我怎么发动群众 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想想 我今天呢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我让他过着一回饮 这坏的 这坏的 我主要是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不不不 我今天让您看看 我能不能演主角 你说就我这样的 他穿上这个衣服 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 你们再瞧瞧这位 他整个应该打入 我去内部的 特务 下腰干什么 小鬼 谁谁谁谁谁谁是那小鬼啊 我说 好了没有 好了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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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角 往后往后 叛徒神气什么呢 开始了 队长 站住 别过来 队长 别开枪 队长 别开枪 怎么打开啊 这个 好玩吧 会玩吧 没玩过吧 说什么呢 走 走 开始 队长 队长 别开枪 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那我演的时候 这就开始了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咱们那不管呢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还造型 咱们还得亮个像呢 这我呀还亮相呢 最后是 就要一亮相 行 行 你要一亮相 我就上 没错 好 好 好 看准了啊 开始了 开始了 同志们 坚持就是胜利 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 弟兄们 给我顶住 顶住 上啊 什么人 别开箱 是我 是你小子 我问你 是你把八路军下来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来的 队长 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黄军说什么 鬼子 让你交相投降 什么词 白日做梦 对 白日做梦 后边呢 你这个叛徒 你才是叛徒的 我说的是台词 你这个叛徒 行了 我知道了 你这个叛徒 我原来一直以为 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徒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朱石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叛徒革命 什么呢 什么呢 石茂这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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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后边还有 没了 有 没了 我问你 就没什么条件 没条件 废话 没条件 谁投降啊 这是正面人物吗 这个 啊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闹了半天 你小子把 带军给我的好处 都吃了回扣了吧 咋再回扣了 说 有没有 没有 你别跟我装糊涂 你当我不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 嘿嘿 我临来的时候 黄军都告诉我了 怎么说呢 黄军偷我给您 带的话 只要你能够 交枪投降黄军 保证你一辈子 荣华富贵 金票大大的呀 白日做梦 对 你这个叛徒 队长 我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没办法呀 队长 我代表政府 代表人民 我枪毙了 我枪呢 这儿呢 我枪毙了你 呸 队长 呸 不对呀 我是主角啊 干什么呀 你呀 在干嘛干嘛去的 你不可以 我发现了什么事 我可以在你 我发现了什么事 是抢却的事